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 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哈喽,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 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爆米花 我是你在空中的知心姐姐 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快头比你大上很多的同学呢? 跟一个身材又高又壮的人相处在一块儿 那会是什么情形? 今天知心姐姐要给你讲个故事 关于大象莎莎和她的好朋友小兔子东东 让我们一块儿进入今天的你来评评礼 好树不结坏果子 坏树不结好果子 我们都要结出好果子 好果子就是好品格 所以小朋友,你来评评礼 今天早上上第一节课的时候 老师向全班同学 接上了新来的同学 是小象莎莎 莎莎很可爱 一直笑咪咪的 老师特别交代大家 莎莎莎虽然个子大 其实年纪很小 就和大家一样 大家要像照顾妹妹一样照顾她 老师叫这个新同学 小象莎莎 去坐在小兔子东东的旁边 莎莎碰碰碰碰地跑过来 用力地抱了抱东东 东东吓得叫起来 好痛 兔子东东发现 被小象莎莎抱过的地方 都好像被狠狠地捏了一把一样 红通通通的 跟一只小象坐在一起 实在是太危险了 小象莎莎很喜欢她 隔壁的同学 小兔子东东 不管东东走到哪儿 莎莎也会跟到哪儿 同学们看到他们两个 都会开玩笑地说 呵呵呵 莎莎好像东东的一条大尾巴哦 东东挺得意的 这条大尾巴真是不赖 不过老师被一只像跟着 麻烦也挺不少的 例如上舞蹈课的时候 小象莎莎一旋转起来 简直是场大灾难 下课了 大家玩捉迷藏 谁能够把一只大象给藏起来啊 小象莎莎一会儿就被逮到了 而且啊 绝对不能够跟小象莎莎玩翘翘板 因为莎莎只要一坐上去 不管对面是什么同学 立刻就咻地被弹上空中了 午休时间 莎莎的大呼声总是特别大声 还有啊 最可怕的 就是莎莎的无敌大臭屁 小象莎莎的无敌大臭屁 小象莎莎总是跟在兔子东东后边 久了 东东觉得有点累 也有点烦 有一天 大家约东东去骑车 东东跳上脚踏车 莎莎也跟着跳上去 咖哒哒 咖哒 脚踏车 剧烈地震动 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差点踩不动 东东转头看了莎莎一眼 他心想 如果可以把这条大尾巴甩掉 那该有多好 忽然一个念头飞过了东东的脑中 莎莎,我们来玩躲猫猫 东东叫莎莎下车去找地方躲起来 越隐秘越好 莎莎好开心到处找地方藏 忽然眼睛一亮 前面有一根大树盖倒在路旁 树皮已经枯了 中间还住了一个大洞 小巷莎莎想都没想就一头钻进去 哦哦,他忘了自己又大又胖 肚子卡在洞口露出了一个大屁股 小兔子东东觉得好好笑 他故意大声地喊着 莎莎莎好厉害 怎么不见了呢 然后,东东悄悄地溜走了 小狐狸和小猴猪经过树洞 看见莎莎的模样 捧着肚子笑个不停 莎莎莎是个大傻瓜 就是嘛,她应该改名叫做傻傻 小巷莎莎听了有点难过 她用力地从树洞里钻出来 却到处找不着兔子东东 东东,你在哪里? 莎莎莎好着急 闷着头横冲直撞 一旁的小狐狸和小豪猪 吓得赶快逃走 另一头的东东赶上了朋友 一块去大草原骑车 微风吹呀吹,好舒服 东东一直往前骑 忘了莎莎还在树林里等他 等到东东想起来时 天已经快黑了 糟糕,莎莎最怕黑了 东东骑着车转头就往回冲 一路骑回了树林里 天变得更黑了 哎,树洞空空的 莎莎不见了 满地散落着断裂的树盖 树枝还有树叶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东东越想越害怕 野外很危险 莎莎跑去哪儿了 会不会掉到山崖底下 会不会摔进河里了 这时东东东忽然看见 树林里的小镜上有一排大大的脚印 东东骑着车跟着脚印冲进树林 一边找一边喊 莎莎,莎莎 天黑了,树林里漆黑一片 东东骑得太快 碰的一声,一头撞上了一块大石头 她从脚踏车上跌下来 左脚扭到了,无法动弹 东东再也忍不住了 她放声大哭 莎莎,你到底在哪里? 这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敲了敲东东的头 东东抬头一看 是莎莎的鼻子 莎莎因为怕黑 捂着眼睛 整个身体缩起来 一动也不动 看起来好像一大块灰灰的石头 东东一头撞上的 原来就是莎莎 我终于找到你了 兔子东东抱着小象莎莎 眼睛红红的 你真聪明,躲得太好了 莎莎听了,咧着嘴 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是她第一次玩躲猫猫 没被别人发现哦 莎莎用鼻子抱起了受伤的东东 一边抬着摔坏了的脚踏车 慢慢地走回家 没想到麻烦的大尾巴 竟然变成了最可靠的大帮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可能又胖又壮 可是他们却总是小咪咪的 很喜欢跟你玩 他们有一颗既善良又单纯的心 愿意在你遇上麻烦的时候 努力地来帮助你 人家可能会对像这样子的小象莎莎 指指点点 甚至嘲笑他们 但是既聪明又有耐心的你 愿不愿意看见小象莎莎的真心 成为他们最好的朋友呢 直星姐姐相信你一定懂得 认出小象莎莎的好 下一回爆米花 我们空中再见咯 拜拜 我是小小时间家 喜爱城市不说谎话 每天培养好听歌 人家确信我确责 听着吃我好跟机 不怕暴风来清晰 不怕暴风来清晰 我有梦想在心里 一点一点去努力 我是小小时间家 喜爱城市不说谎话 每天培养好听歌 跟着学书 跟着学习我选择 听着吃我好跟机 不怕暴风来清晰 我有梦想在心里 一点一点去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